作曲 李宗盛 我是楊躁瑩 今年88歲 貧工39年開始做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39年畢業 畢業以後就在寫這個大幕租 辛苦是不會的 不過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工作做 就是繼續做下去 現在是這樣 我們在中學畢業來做這個木工 實在不大理想的 爸爸就這樣 從一個一塊地什麼都沒有 不要去把他過像那一塊地 找一個人尿出來 把所有的設計規劃都要套上去 死雕、目標、屋頂上的解決 那些東西都要想出來 要做出來 如果這個主畫給你 你要去想說什麼東西要怎麼做 結果不會破壞掉 你會規劃出來 把哪邊一個平面桌面 然後你要講話說要順便 什麼都要做的 我們做成這個 就是在講 是做膠 一般 一般是從膠和尖鎖 就給他們做出來 這上面的東西全部做出來 就這樣就一樣了 形狀外觀做出來 然後這就不要刮 然後才做這個 是做一個大 你要去瞭解 一步一步做完 用在哪一個地方 要用某樣的 它嬌好 這個全部做好了 要去組裝 組裝也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 它組裝的時候 就是室內的東西 牆壁全部做 才要去 因為卡住 你不懂了怎麼追 你會卡住 一般的設計師 我給你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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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主要想要怎麼做 你沒想出來 在卡住 不一定能做 我現在大木座 我自己做的 還剩下那個 竹東大院室 一個拜託 給我自己進行做 我自己進行做 我自己進行做 很像最深刻的是 民口的 竹東大院室 關營室 那個竹東大院室 開始是 86年開工的 那天住了25年 要負責大木工的監工 過了25年 還是蠻辛苦的 對 比如說你要有概念 要有基本概念 你有畫書的概念 還有要怎麼做的概念 你才有辦法 如果你沒有那個概念 這一塊木頭 你一定要從哪裡 掐什麼 我先把那個樓板 把板子拔出來 你每一根人 像那個花樣的 有跳樓 也要有那個概念 這樣 爸爸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 這個速度 要多大 空間要放多大 你放太大也不行 他放太多也不行 因為神經大廂 你到時候會爆台 鋼筋太密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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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會演化 他都會爆 那個都是 塑膠 都是看來的 也沒有 全部是超過 你要去看去想 有人做了不行 你要去試 他會試 還是這樣 所有的設計都是這樣 有很多 沒有 沒有傳統 外面論 都沒有 都沒有一個量 因為 國家沒有 真正的 便宜到 沒有 沒有辦法 要從 辦公室的學校 專門 學修補給 他 所有的補給 由 學校去 給這些 學生 親自去 這樣他又保護 他 專員 要 六分鐘 如果 台灣沒有 政府 都沒有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可以 像 基本上 如果 是一個學校 的話 你可以培養 甚至於 六天 都沒有 只要 台灣人 去做 沒有 這樣才會 做一個好的 文化 作詞